我這個麥克風是阿妹送我的嗎 不是啦阿妹那隻是白的 這不是在蕭敬騰賞欸 想要好笑啊 等我一下我放個乾爹 乾爹這個要搬家 這個稍微的 處理一下 乾爹這個是我們是最最重視乾爹的人 有時候雖然說這個乾爹是有贊助的部分 但我覺得以我們本身來說 我們自己還是要擔負一點點的品質責任 當然我們自己也實際有用過 我們才會跟大家宣導 那我常在跟大家講一個概念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以後啊 我拜託現在線上300多位朋友有沒有 不管你們有沒有去買 或者是一些贊助的廠商 你們有沒有去跟他買 我覺得那個都是其次 但是就是說 日後如果說我們有一些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一個贊助啦 或者是一些影片啊 希望大家就是多幫我們去做一下 點閱啊 或是分享 那我們有更高的這個點閱率 瀏覽率 那當然更多的廠商願意跟我們 分享產品啊 或者是再贊助我們 提供我們一些支持啊 那我覺得對大家都是好處嘛 那有機會的話 我們多引進一些產品來抽獎發送給各位 其實我覺得 大家只是點點手指頭而已對不對 訂閱一下分享一下 那增加一下我們不管YT 不管FB的流量 幫我們按一下讚 分享一下 以後我們才有更多的資源 可以來做更多相關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請教小師哥 裝Turbo timer會影響電池嗎 Turbo Turbo timer 它應該會吃微量的電流 但是除非你很久沒有開 好其實車子 大家不要以為車子熄火以後 就完全是斷電的狀況 其實你的愛車熄火之後 其他車子本身還在吃一些微量的電流 比如說你這個音響的頻道要記憶啊 你導航的路徑要記憶啊 那更現代化一點的車 他在車上有很多的這個 呃行車電腦 車身電腦的一些記憶控制 都必須要記起來嘛 然後他也要待機等你的遙控器 等你的晶片來啟動嘛 所以你車子 即使你熄火之後 你的車子本身還是會吃一個微量的電流 其實跟電腦也一樣 其實我們電腦關機以後 他還是有一些吃這個少許的電 再吃一些記憶 一些軟體 所以其實如果你太久沒開 不管你有沒有裝TurboTi 你太久沒開 車子一定還是會沒電 購買二手車如果沒有啟動保固 那未來有保固嗎 多久時間內需要啟動 沒有啊那個文翰 那個依照每一間的聯盟體系 不一樣 有的我記得好像說一個禮拜還三天內 我忘記了 但是你如果沒有去啟動保固 他就不會有保固了 那就剛好給他們打到機會 因為你沒有去啟動 啊你現在回來找我 我也不可能理你 好所以啟動保固這個 你如果想要啟動就去啟動 為什麼不做日時的介紹 日時的介紹我跟你講喔 其實我半年前有拍過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太大 當時拍完這片之後我一直沒有剪也沒有上片 有時候那那個時期大概半年前 我其實我拍好了 然後覺得自己看覺得說 啊這個內容太過於認真 太過於介紹這個車子 啊不然我就一直沒有剪啊 那個片子一直都還在 我到現在都沒有剪 好不好 所以今天一個重點啦 以後我們如果有一些廠商的影片 再麻煩大家多多分享多支持 好不好 你動一動手指頭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說實在 啊對喔 那個俊倫說 昨天還重複看以前的影片 我們這個月開始 FB也會上這個懷舊系列 我們會把以前的影片輪播 那我們會討論一週會看要上個幾片 讓大家再重溫一下 當時 靦腆 勾矣的小吃 好不好 好啊 記得 影片大家再幫忙看一下 幫忙分享一下 因為 FB他好像 有限制說我們的流量 跟觀眾觀看的次數 時數要到達一定的水準 好 我們之後才可以 可能他之後才可以幫我們 安插一些廣告預算之類的 那到時候這個懷舊系列上來以後 再麻煩大家 多幫我們 瀏覽 訂閱 啊 吃飯的時候 摸看一個 這樣 啊 幫我們 衝一下時數 衝一下次數這樣 好不好 拜託大家了 我最近有台車要報廢 就換新5萬可以給車廠業務用 他會再給我大概1.5到3萬 這有什麼風險嗎 好像不能這樣用哦 那個藥器你要記 你要注意哦 因為一般是要持有 我記得是要持有 一年以上 你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他可能啊 我知道有一些會先把車過戶給你 然後再去 用5萬的報廢的名義 申請完之後再把車過戶掉 好像是這樣 我建議不要啦 沒有意義啦 對啊 弄那一點點錢 然後去搞這些 無敵無告 我覺得蠻沒意思的 小師哥對於西山有什麼看法 西山我之前賣過幾台還不錯啊 蠻可愛的 圓圓胖胖 可是他也是一樣 他那個抑壓球的那個換檔的 那個 那個 自首牌的機構很容易壞掉 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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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他有三寶 去Google一下西山的三寶 小師哥以後會不會拍砰的節目 感覺很可以 哦我老婆很會啊 但是我老婆那個人比較低調一點 比較不喜歡 肉臉 就盡量 保護我老婆 不要讓他 因為我跟你講 孩子 網路的世界很可怕的 對不對 你看我這麼標準 我這麼正面形象的人 都會被人家這樣子 詆毀 對不對 哦 啊什麼人出來 都會被攻擊 泰山也被攻擊過 阿呆也被攻擊過 大家都被攻擊過 這個 世界是很可怕的 沒有事就不要太出來招搖 不是啊 拋頭露面 不是招搖照片 小師哥會出一集改造泰山的影片嗎 泰山為什麼改造 泰山現在這樣很好啊 你不覺得他現在這樣很邊緣很棒 很符合他的Style嗎 為什麼改造他 不要愚公移山了好不好 就讓他這樣子就好了 泰山他就是要營造一種 到那個Saven電動門感應不到他的那種氣氛 到全家便利商店電動門都不開 這種太邊緣了 已經變透明了 這種泰山他喜歡沉浸在這種氣氛裡 我們還是不要隨便改造人家比較好 2GC還有狀況嗎 目前回來試了應該一個禮拜吧 目前還沒有遇到任何的不正常的狀況發生 那坦白說 他剛回來的第一天我開的時候 我還覺得說怎麼變速箱好像 感覺有變比較順一點點 還是我自己的錯覺 我不曉得 但是我還在試 因為他回來的隔天 我怎麼覺得那個 感覺那個起步的頓挫少了一點點 還是有但是少了一點點 那我還繼續再試 我還繼續再試 絲嫂臉上可以打馬賽克 不好啦 那麼可愛漂亮的臉龐 打馬賽克剛才看靠臉 對不對 而且女生很奇怪 女生臉上只要一打馬賽克看起來就很奇怪 你像這阿呆就很清楚 他很喜歡看女生吃馬賽克 我這樣會不會 把阿呆的那個形象弄壞了 有啦 都沒有被攻擊 都沒有被攻擊 誰沒有被攻擊 小什麼時候要請泰山上來繞日文 等他喔 我每次問他日文 他都想半天 欸 好像是這樣講 欸 好像又不是那樣講 欸 我忘記了 我每次問他日文 他都這樣 我說 所以我都覺得 媽履歷被騙了 沒有一次他很快速回答出我日文的 我講真的 小獅賞好福分 啊 感恩 Burning 賞 欸 對對對 這邊喔 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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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可以吃一口你的食物嗎 記得 大家去這個 按讚追蹤一下 如果想要看一些 跟烹飪有關的 或是介紹給你身邊的女性朋友 那裡面通常 不定時會露出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 我覺得很奇怪的照片 我們粉絲也看不到 可是在這個 我可以吃一口你的食物嗎 這個粉絲也 齁 不定期我老婆都會把我一些媽 醜怪照片 撲上去 莫名其妙 那我最後 我有準備一個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其實前 前兩天有一個 我們修配場的老闆 來跟我們這邊 聊天 他說 欸 小獅你車太多了 我每次來你這邊 車子這媽開進去都回不出來 沒有辦法回轉 然後就說 欸 你為什麼 為什麼要 像這有一些那種 十來萬的 你就可以不要賣了 你店裡面都放心一點的 五年內 三年內的 那 這個服務人員壓力也沒那麼大 也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去整理 對不對 整理完 售後服務的風險也比較低嘛 對不對 因為 車子比較新啊 對不對 搞不好檢查完整理一下美容一下就可以賣了 那其實我講實在 如果我廠商的車把那些接近報廢 我捨不得報廢的車都處理掉 然後把那些十幾萬的車 我都不要賣 我以後真的都賣那種稍微新一點 三四十萬以上 四五十萬以上的車子 其實我的 店內的壓力不會那麼大 服務人員的壓力不會那麼大 他們 我不用有那麼多 的員工在那邊檢查車整理車 因為大家都知道年紀越大越便宜的車 需要整理的東西越多 我跟你講 基本的一台大概十年左右的 我講國產日系車就好了 我通常估回來 我們車況在一般般的狀況之下 不要說頂尖 就中上的車況回來 基本上我們至少都要抓個大概五萬塊錢下去整理 那我這五萬塊錢可能包含 這是粗略的一個 一個預算成本 就是可能就外觀啊 內裝啊 然後一些引擎基建肉油的部分 耗材的部分檢查 門把斷的要換玻璃 破一個洞要換新的玻璃 皮翼可能要弄 方向盤要弄等等等等 美容什麼 整個下來一台國產車 十年左右的國產車至少要抓五萬 那所以這也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出去買一些自售車 是在十年車 左右的 甚至十幾年的車 你最少最少 你以一般的國產車隨便講個T打好了 你都要大概抓五萬塊錢 你才有辦法回來把一個車整理到完善 那更不要說你去買你去買到體質差的 車況是中下的 那那可能就會增加 可能會增加那預算 而且啊 這個五萬塊我們還不算公時的 這個五萬塊我沒有把公時算進去哦 你如果把我現場這些人員在服飾這台車的公時都算進去的話 其實應該是要更高的 所以 他就說啊 你看你如果不要坐這一些十幾年的車 你是不是人員都不用在那邊忙進忙出 還要入室檢查整理 然後萬一出去了有一些風險 客戶有小問題回來找你 你還要幫他修 保固對不對 那不是很煩嗎 可是我說實在話 我我只是在跟那個修理場的老闆去分享就是 我當初出社會我第一台車我就是買二手車 我就是真的是被騙 我講實在我認為我是被騙的 有很多觀眾朋友聽過再聽一次 利息辦得非常高 然後車子還是有撞過改過顏色 我都不不懂啊 那時候都不懂 然後車子一直修修到卡都刷爆了 那時候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信用卡 沒錢修車對不對 我們又不會去跟家裡要 信用卡就刷爆 然後他在那邊還債 然後最後車賣掉還貸款還不夠 這都以前發生過事情 所以我覺得說 有一些他會來買二手車 買這種十幾萬的二手車的人 大部分他就是因為他沒有預算嘛 預算不夠嘛 可是他又需要車 他想要在他可能要在小朋友在老人家 可能他家裡就只有他這一次要買的這台車 所以他已經在經濟有困難 不是這麼有餘裕的狀況之下 他選擇二手車 那他又買到一個爛東西 然後修 就造成他的生活更大的壓力 感覺有一點雪上加霜嘛對不對 其實我一直不願意放棄那些比較舊的車子 就很單純就是我覺得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這一些要買便宜車一二十萬 想要讓生活更好一點點的這些人 不要被不要去買到那種 回來要一直修車 然後造成他生活的負擔跟困擾 那他開的好 這個車有幫助他生活 他賺的錢存的錢要換更好的車 也許我們這邊還可以來我們這邊換 那如果不行他就去換新的 我們也很開心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我不要講那麼偉大啦 說什麼幹 社會責任 好像不會說到自己 對不對 好像佛光普照這樣 那就沒意思了 我覺得說 希望啦 我希望我們賣出月車可以幫助到人 我是這樣覺得 至少我給他的東西沒有讓他 花到保養以外的維修的費用 至少短期之內 一兩年之內 我希望他們都不要這樣子 花到這一些錢 我是這樣覺得啦 覺得自己好像嗎 佛光普照 沒什麼事情 說到最後變成大愛台 對吧 只是說能夠 我們也不可能幫助全部的人 有緣分的話 真的 買到 我希望這個車是真的幫助到他的生活 這樣就好了 賺錢我一定有賺的 不賺錢我這些人要怎麼辦 一定要賺的 我絕對不會覺得自己是多佛心 所以每次他講我佛心 其實我滿不好意思 我覺得真的沒有 我有賺錢 我只是 把我們做的事情換成錢 就這麼簡單 沒有錢我也不做啦 我說實在 哈哈哈 有啦 偶爾我們公益可以做一下 OK啦 沒有錢我也不可能做啊 我不是行啊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買二手車真的就是沒錢的人 沒那麼多 預算沒那麼充足 當然也有有錢人 有錢人不敢開嘛 對不對 也有這樣的人 我相信也有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大部分真的是因為 因為生活上有困難 沒有那麼多錢 我們賺錢不要用騙的 用好的就好了 對啊 不要唬人家就好 不要騙人就好了 店就在這邊 人就在這邊 那麼大一間 對不對 我的人網路上 youtube上 直播上 四個也有 對不對 我說真的啦 我今天 我如果今天一直在騙客戶 有客戶受騙 我現在這個直播 沒有那麼屁死了啦 他真的弄到你這裡來了啦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你兩天你就在什麼 報 報廢公社 報奶公社 不是啦 爆料公社 對不對 你就看到了啦 然後那麼簡單 壞事那麼好做 真的啦 我不會把自己講到媽 跟心一樣 我這個人也是他媽的 很勢力的 我們做這件事 就是換幾個錢回來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那麼偉大 真的真的 說到這樣 白天會爭地 我的人我不會這樣 真的 好啦 反正我只要講說 我把車子 廠上車弄得那麼多 其實店內的服務人員 都蠻辛苦的 因為車子越多 真的是 照顧起來 真的是越辛苦 那可能 因為他畢竟他是便宜的車 所以他可能大大小小 大問題是不至於有 他可能會有小小的問題 然後常常就是會 造成這個服務人員都要幫 幫客戶去處理這些小問題 但我覺得這不是 不好的啦 因為這樣其實 客戶反而 我跟你講啊 買十幾萬車的人啊 你服務他服務得很好 他很開心 他覺得說我才花十幾萬 你怎麼會有這樣頂級的 頂級的服務對不對 啊你如果開 九十萬八十萬的啦 你把他來保養 你幫他把車洗好 他覺得是應該的 你幫他洗好 會被幹掉哦 我跟你講哦 人生就是這麼難哦 請問您加上鋁圈 是不是可以直接直上其他底盤 不用去改 國勝什麼意思 你是說換鋁圈嗎 換鋁圈的話 基本上只要他的孔徑 這一直是符合的 其實都都不用修改東西啊 高中念什麼 我念大安高工啊 然後情義工商專科學校 情義工專的什麼科系 電機科冷凍空調組 192325停紅燈變速箱有異音 是不是準備GG 對啊 那都是電磁法啊 你停紅燈變速箱有聲音 那就是就是那個啊 電磁法啊 有機會拍上我01300Z 有 最近很久沒有遇到 我跟你講這種 我這個人哦 很奇怪 我只要遇到那種特殊的車種 車換好我忍不住 我就會想買 小吃一上車有異味 冷氣內循環開下去沒味道 異味可能來自哪裡 我跟你講那個異味可能會來自你那個 內外循環通風的 戶外的冷氣濾網上面 那個是要換的 有一些車種是在前檔的 雨刷黑色的那個雨刷護板 那邊會有一個可以打開換一些 換那個濾網的地方 你可以看看是那個室內外循環的濾網 18吋桿20吋轉向路桿會差很多嗎 18換20只要規格對是不是底盤也不需要換東西 不需要換啊 可是我覺得18改到20轉向路桿會差很多 真的會 我坦白說我的直覺是會難開很多 而且對於底盤其他的 一些 底盤鍵的受力影響 我覺得都會蠻大的 所以會造成你 有可能會造成你底盤很多的拉桿 都會提早GG 1995年CL500可買嗎 哇操 這錢夠多車夠漂亮一定是可以買的啊 為什麼路邊有時候會有車把雨刷立起來 因為他不想要讓那個膠條 因為其實如果太陽大的時候 前檔風玻璃溫度是很高的 所以你如果不立起來的話 膠條一直跟前檔在 在接觸的狀況之下 你很容易就 雨刷膠條就會很快速的老化 小師哥會享受EVO嗎 超想的好不好 我以前有一台車我開蠻久 就是三代的Lancer 手牌的 然後把它改成那個 那個叫什麼 金藤虛衣是不是 虛藤金衣 有沒有 改成那個樣子 然後我就自己覺得自己好像是EVO 那其實不是 然後在那邊自嗨 年輕的時候是這樣 所以我 如果有EVO收的話 我會想收三代或者是七代 有機會啦 可是現在那個聽說都長到靠杯了 我應該買不起了 我會想收三代跟七代 好 今天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大家收看 哦 那就下禮拜見了好不好 那記得 以後我們有一些業配的FB也好 記得幫我們多多做粉絲頁做分享 幫我們這個歡迎一下乾爹這樣 那我們如果影片上面有一些 這個 覺得像是業配的影片 也請大家多幫我們分享 多幫我們看看 啊 記得要幫我們去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給我們的同仁鼓勵一下 好不好 好不好 大家晚安啊 大家晚安啊 然後下禮拜見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我們 下次見